今天好高興 高鵬滿座 我想是因為我們謝明憲教授的魅力 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應該都是有壓力 包括我 我們現代人不可能沒有壓力 舉我的例子 我每天在醫院擔任行政工作 然後又看病人等等 壓力真的是很大很大 但是我覺得說只要有好的方法 就像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去偵測 到底是什麼壓力對我們身心有影響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重要APP 大家如果說有這個單子的後面有QR Code 大家就可以馬上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那個很不錯的 可以讓你可以檢測到說 你到底哪方面的情緒 身體 哪部分的壓力大 那給你一些建議 我覺得說有方法 知道有壓力之後 有方法去做 而且持之以恆 這樣是會有一定的效果 舉我的例子 我喜歡靜坐 這個靜坐最近是非常夯 大家有沒有聽過所謂的正念治療 有人說正念就是一個什麼正面思考不對 正念其實就跟我們靜坐是很類似的東西 那因為我本身有在治療病人 我的專業是治療強迫症 我用靜坐 正念來治療強迫症的病人 所以我本身也做了 到了 我快做了一年了 其實那個感受非常深 也就是說你有這個方法之後 其實雖然有壓力 但是你可以承受 雖然有壓力 你不會爆衝 雖然有壓力 但是你EQ還是保持好 所以今天這個課程是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 那我介紹一下那個謝明憲教授 他本身是台大醫學院精神科 精神科醫師 那他本身對壓力的研究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他本身有這個書 他的書就是心靈工坊的一個開心紓壓 對壓力一組的一個心靈廟方 所以大家今天聽了之後 有興趣可以買來看 裡面的內容非常的精彩 也可以我們給現代人 有壓力的人的一個指引 好 那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謝教授 謝謝謝謝主持人湯醫師的介紹 那其實湯醫務長是我很多年的一個老師 以及心靈的導師 所以今天能夠在這樣子一個場合 在精神健康基金會 以及湯醫務長的這樣子引建下 來跟各位演講其實是我的榮幸 那各位來賓 各位精神健康之友 大家午安 我是台大醫院精神科 謝明憲 所以今天的話 非常高興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來在這邊成品的B2的一個講堂 來跟各位說明說 過度壓力如何威脅你的身心健康 好 那我想這是2017年的金建會 其實也排了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壓力到底是有利生存 還是有害健康 那上個月 其實8月初的時候 成大的尤一龍教授 其實先從神經可塑性的角度談起 社會支持如何來幫忙抵抗壓力 所以今天的話 我想我會來強調是說 隱形的殺手 就是過度的壓力 如何威脅你的身心健康 那我們這一系列 剛好每個月都有一次 第三次的話 是10月份的第一個禮拜 壓力情緒與生活 所以我想今天我的主題的角色 就是希望來說明說 到底壓力如何 對我們是有幫忙 還是說真的會危害我們的身心健康 我想大家每天都會看報紙 都會注意新聞 所以我就這邊 既然講到這樣的主題 我們來看一下媒體上面 新聞上面 我們就從8月份開始來看一下 幾則這樣子的新聞 第一則是什麼樣 就是自由時報 8月5號 長輩太關心 周又廷壓力大 母乳量減 好像壓力會影響到一個新生兒的母親的母乳量 再來什麼 8月5號 聯合新聞網 女歌手壓力太大 生理期一個月來兩次 所以好像不只說 母乳的系統 好像連生理期都會有這樣子 再來一樣 8月3號 公務員壓力這麼大 燒下一年 好像跟生代有關係 就變成說壓力太大的一個情況下 以為是感冒久病不遇 是呼吸道出問題 結果後來發現說 原來真的耳鼻喉科怎麼查都查不出什麼問題 後來發現說 真的就是一個壓力大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比較久之前 我們剛看到的是 包括女性的 母乳的系統 月經的系統 還有生代的系統 再來 2015年 我們YouPaper捷運報上面看到說 壓力大會冒出群麻疹 跟皮膚的系統 所以事實上 我想就是只是隨便抓幾則新聞 如果各位來賓 各位經見知友 曾經很細心的注意到 每天的一個生活的新聞細節 會發現說 其實跟所有的系統幾乎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來說明一下 今天我會在這個時段裡面 會跟各位說明的 除了說壓力的定義是怎麼樣 壓力跟受壓者的關係是如何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軸 過度的壓力 或者說適度的壓力 對身心的一個 適度的壓力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好 那過度的壓力是不是會讓身心受到影響 最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會提到說 如果真的過度壓力對身心是不好的時候 壓力有怎麼樣的因應策略 如何能夠讓各位來賓 各位經見知友 能夠善用 或者好好的面對壓力 來好好的因應壓力 那接下來最後 因為身心健康受到影響 不健康的壓力疏解方式 會如何影響到 我們的身心健康的後果 那檢測壓力指數的話 我想剛才我們主持人唐醫務長 已經說明說 我們經見會有新推出一個壓力的紅綠燈的指數 除了壓力紅綠燈 我想這個因為在app上面 各位聽眾 各位經見知友 今天回去就可以下載之外 其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类似的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一开始先开宗明语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压力是什么 压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的乘法 就是外在的压力因子 跟内在的个人特质的一个成绩的组合 所以压力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而不是绝对的状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几张slide会跟各位来宾说明一下说 这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相对的状态 什么叫绝对的状态 考试不及格 我想各位来宾各位经见之友 可能都有儿孙 都会在面临说国中高中考试的情形 考试不及格 可能对某一些同学而言 某些国中生高中生而言 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但是有时候如果其他的一些国高中生 他其实可能家里面有其他的事情在忙 或者说他有其他的生活重心 或者说他是一个运动员 所以考试的话 其实文字的考试对于他而言 似乎他不是那么的在意的话 对于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毫不在乎 同样一件事考试59分 对于原先考100分的班上第一名的同学而言 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 但是对于另外的人而言 可能是一点都不影响 所以事实上压力 其实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而不是绝对的状态 我们这边再举一些例子 就是例如说真的遇到一些很难的考试的时候 随着不同人的不同看法 我们这边会看到说 如果一个人认为说这个很难的考试 是一个威胁的时候 他就会有压力 那如果有不同的性格的人 他认为说 如果这个考试 居然考出一些题目 我不会的时候 实际上我觉得说 这是一种对我的挑战 我应该要更努力的话 这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助力了 所以事实上同样一件事情 有时候是压力 有时候是助力 端看于说 你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这边再举一下例子 这是一个自由时报的一个例子 不管是正面的事情 负面的事情 对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压力 我想大家偶尔都会有一些 搭搭小牌这些 那其实这边一个例子是说 就是自摸本来一路输钱 可能输钱是压力 但是今天终于赢钱了 赢钱自摸 结果他高血压 结果他最后自摸的时候 就心肌梗塞 倒地暴毙 所以事实上 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 请各位来宾记着一个概念 其实这件事情 是不是压力的话 不是负面的事情才是压力 有时候正面 自摸 通吃 赢三家 也有可能是一个压力 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明 其实就 我想用这张片子 来跟各位破题一下 这是心理学上一个在研究表现与压力的一个曲线 横轴的话是工作或者压力的大小 然后纵轴的话是什么样 是他的表现 所以这个图的意思是一个U字形 意思是怎么样呢 到底一个人什么样的状况下 才能够有最好的考试或者工作上的表现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事实上我们可以先看两个极端 如果有一些人 他其实我们还是以学生的例子为主 好了 因为各位来宾 各位金剑之友都曾经轮到过学生的年龄 而且应该家里面也有晚辈在当学生 如果有同学他真的就是对于考试非常神经的大 神经非常大条 一点都不在乎 一点都不会在意考试 一点都没有在认真准备 一点紧张都没有的时候 通常他的考试分数不会太好 那另外一个极端呢 如果有人真的遇到考试战战兢兢 非常谨慎 非常注意 就是什么题目都要一直一直反复再三的思量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他的考试结果一样是不理想 因为太过紧张 以至于可能遇到再简单的题目都会失常 只有什么时候 才能够保持最好的考试的成绩 或者最好的工作成果 其实这个U字型最高峰是怎么样 是在刚刚好的时候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太不紧张 太不认为是压力 我想对个人不会有好的表现 过度的紧张 过度的在意 斤斤计较 也会表现得不好 所以事实上的话 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他能够表现得最好的是在说 我真的觉得说我很在意这个考试 或者如果是工作族的话 上班族我很在意这样子的工作 然后我有一些不安 但是我就是尽全力所为的话 其实才能表现出最好的一个工作表现 所以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今天题目是说 过度压力是不是对身心造成伤害 我想我们前面就讲 适度的压力 过度的压力可能会让表现不好 太低的压力也可能让表现不好 因为我一点都神经很大条 一点都不在乎 适度的压力才能让表现好 所以一个人到底他对环境的一些外界的事物 他到底的感觉是怎么样 第一他评估是大事小事 再来是他能不能应付 那接下来就是我想就是在每一个人 他个人的能力 经验 个性上面 他对于这些事情怎么看 如果他比较正面的看法 他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努力 当然就是应付自如 正面感受 如果他一直觉得说 好像这样子有一点困难 好像很烦 好像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压力 压力的话就无法应付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负面的后果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 一旦开始又表现失常 生病 当然就会越加的压力变大 所以本来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压力 再来就变中期甚至长期的压力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想先让大家稍微 各位来宾稍微了解一下 压力的一个本质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压力跟受压力者之间的关联性 压力跟受压力者之间的关联性 也就是外在的一个事情 跟真正内在的一个本质 就是真正内在那个人的感受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 我想先讲到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让各位来宾看一下 就是说当你一个人 戴着一个灰色的眼镜 在看外面的时候 你看外面的什么东西都是灰的 当你戴着蓝色的眼镜 在看外面的时候 看什么都是蓝的 那当你戴着黄色的看的时候 看什么都是黄的 所以事实上 这个我们要带到是说 一个负面思考 当你用一个比较负像的东西 来看来想的时候 你看到很容易都是负面的 当然相反的来说 当你用正向的眼光来看外界 看到都是正向 那另外压力跟受压力者之间的关系 各位来宾各位金剑之友 应该多多少少有过去泰国玩 泰国其实最常看到的是大象 大象每次他们要帮他固定的时候 就是用脚绑着绳子 然后钉着一个钉子在地上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其实大象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事实上他就可以蛮相当的稳定 就不会乱跑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大象的话 他如果真的要开始发狂怎么样的话 他应当是可以脱离这一个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安分的在这边呢 事实上他可能并不是真的是 那个的力量非常老 而是他的信念 当你信念 大象如果说 他就觉得说 好像他这样子就应该在这边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不会脱离了 所以这个是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要跟各位来宾 各位金剑之友提到说 一个人他觉得说 好像这件事情一定做得到 或者一定做不到 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 真正做得到做不到的关键 是在于信念 在于个人的性格 而不是在于说 真正的那一个本质 不是在于这个钉子有多牢靠 我们先来讲 比较轻松一点的故事 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是压力跟受压者之间的关系 负面思考 我们来跟各位来宾 各位金剑之友说一下 就是其实大家都一定听过 这个故事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有一个说 当然有的版本是说半杯水 有的人是说一块钱 乐观的人看到一块钱会说 我好像我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一个钱 我还有一块钱还有一份机会 但是悲观的人呢 他看到一块钱 他就会想到说 怎么办 我只剩一块钱 在这边的话 又一再回应我刚才 一开场跟各位来宾所讲的 其实同样的事情本身 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是在于 我们外在赋予的 你乐观 你看到就是光明面 你悲观看到就是悲伤面 所以一样是半杯水的话 当你乐观的人会说 我还有半杯水可以喝 我悲观的话会说 我只剩半杯水怎么办 那另外有一个故事 也是我们民间的故事 请各位来宾听一下 从前有一个婆婆 她有两个儿子 老大是在卖纸伞 大家当然知道 那个古时候 纸伞都是在挡雨水的 老二是在卖扇子的 每次那个婆婆 就是晴天的时候都愁眉苦脸 那雨天的时候也愁眉苦脸 那人家就问说 婆婆婆婆婆 为什么你老大是卖纸伞 老二卖扇子 为什么晴天你也愁眉苦脸 雨天你也愁眉苦脸呢 她说因为晴天的时候 我就担心我那个 卖纸伞的老大 他没办法卖出纸伞 生意不好 那雨天的时候 我担心我那个老二 卖扇子的 他卖不出扇子生意不好 那有人就提醒他说 婆婆 就一样是你的老大跟老二 晴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热 到大家都流汗 你那个老二卖扇子的 事实上是可以卖得不错 那雨天的时候 当然你那个老大是卖纸伞 也都可以赚钱 这件事情告诉各位来宾什么意思 其实真的压力 或者对于事情的看法 来自于自己 多过于来自别人 负面的态度 负面的情况 是你的负面态度造成的 也就是说想法决定一切 同样一件事情 你看得越正面 就越会觉得开心 你看得越负面的话 他们也会变得越糟 所以很多人会把 很容易把实际的困难扩大 但是实际的困难扩大 最后是造成自己的压力 所以这是一个负面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了一个压力的事件 我们习惯用负面的思考 习惯用负面思考之后 情绪就会受到影响 有的人会觉得烦 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说 你觉得越烦 越觉得的时候 你的僵化 你的认知跟行为反应 会越加的僵化 越加的僵化之后 又是一个新的压力事件 所以这样子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所以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当然会造成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压力 所以应当怎么样子来改变 或者来 来让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能够不要持续下去 当然就是负面的思考 能够做一些调整 让情绪不要受到影响 另外的话 就是个人跟压力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端看于同样一件事情 到底说每一个人怎么看 这个的话 性格的种类也是很重要的 过去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这几十年来 通常这二三十年来 心脏科或者内科 或者其他的医学的进展 都相当的快 但是在这几十年之前 以往的话 其实可能在1950年代 1960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比较先进的心脏科的检查治疗 所以当年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有一群 有一位内科医师 他去研究说 在内科的诊所里面 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人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除了说他可能真的就是 血压比较高 这些之外 他发现有一个特性 他发现说 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人 似乎都有一种所谓的A型性格 他们通常都时间很急迫 什么事情都要赶时间 或者说没有耐性 那随时都是跟别人为敌 随时都在跟人家比较 斤斤计较 或者挑别人毛病 甚至说会害怕浪费时间 觉得来不及了 怎么样 这个是A型性格 他们做了长久的一个 我们医学上说 流行病学的检查之后 发现说 A型性格的人 特别容易有冠状动脉心脏病 这又是一个 很特别的就是 明明是一个外在的性格 会影响到身心的健康 所以A型性格就是这样子 非常斤斤计较 挑剔 跟别人为敌 一直赶时间 这样的一群人 他就有冠状动脉心脏病 因为他们对于任何事情 都容易有自己的一个压力的感觉 相较于A型性格 他们发现有一群人 这样子流行病学检查里面 发现有一群人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有心脏病 因为这群人的特性是怎么样 乐天之命 随遇而安 整个很轻松 凡事慢慢来 对自己有自信 这样子可以多一些朋友 因为A型的人是 因为到处跟人家为敌 到处挑毛病 B型的话 随遇而安 容易交朋友 容易有三五好友 一起这样子出去玩 没什么敌意 他们发现说 B型性格的人 其实不容易有冠状动脉心脏病 因为任何生活里面的事件 其实对于他们而言 并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并不会造成他们的压力 跟B型性格很类似 他们后来又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来宾讲过 前面这个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研究 后面也有人针对癌症的高危险群 来做一些追踪 看一下说 发现说有一种所谓的C型性格 C型性格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看一看会觉得说 跟B型性格好像有一点分不清楚 B型性格是随意而安 乐天之命 然后朋友多 然后就是整个满足 就是满足于现在的所有 那C型性格有一群人士 一样是压力很大 但大家都描述说 这些人是怎样 大好人 从来不生气 那事实上他是不是不生气 他不是 C型性格他的特性 在大规模研究里面发现说 他就是一直压抑 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不愉快 非常的生气 但是他知道说 不能像A型性格一样 好像对别人非常有敌意 攻击性 所以他是一直压抑 然后大家都会说 这是一个大好人 但是事实上 他并不是像B型性格一样的随意而安 而是他一直不断的压抑 面对压力的时候 还是压抑 压抑 一直压抑 最后情绪上没有一个出口的话 其实比较大规模的研究 就会发现说 好像这一类的人 长久来讲会比较容易有一些癌症 因为他们并不是像B型这样子 随意而安 满足 或者说真的 就觉得说 就是这样了 就是整个很OK 那C型性格的话 就是满腹的不爽 一直不断的压抑 最后他们情绪没有出口 那比较多研究会发现容易癌症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讲到 压力的本身的定义 以及压力跟受压者之间的关系 性格的种类 或者说负面的思考 那接下来还是要切入我们的正题 因为我们正题是过度压力 如何影响 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压力的反应 如何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讲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说 压力本身 是先如何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系统 再来如何影响我们的身跟心 如何影响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记忆 那我想各位来宾 应该多多少少有机会去玩一些 很刺激的 在国外或者在国内 云霄飞车 跳伞 或者说其他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 那个初玩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每次只要有一些 例如说去六福春闻大怒神 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让各位过去 不是那么长经验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样 各位来宾可以想 一定开始之前 一定心脏砰砰跳 然后觉得呼吸急促 口干舌燥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消化不良 或者觉得说整个快要晕倒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我们有一个食物上面 真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压力是会经由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个是自律神经系统 一个是内分泌的系统 所以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外在的事物 但是它影响到我们的 反而是一般我们医院里面说的是身体的各个系统 内分泌科或者说自律神经 有时候精神科或者神经科在看的 这两个系统 因为这样子的压力 可能会造成心脏的部分 口干舌燥 心脏砰砰跳 或者说整个经由荷尔蒙 内分泌系统 让甲状腺 让肾上腺 这些都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作用 有些人可能遇到压力的时候 会觉得一直想上厕所 或者有些人是遇到压力的时候 一直觉得说好像尿急 或者怎么样的很奇特的一些感觉 所以在这边我们刚刚讲过 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自律神经系统 另外一个是内分泌系统 事实上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律神经系统 分成交感跟副交感 那这个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 在远古时代 不是像今天有商业的行为的话 他们会有怎么样 包括说遇到比自己凶猛的老虎 或者说什么狮子 就要开始跑 如果你觉得这老虎跟狮子 看起来不是很大只 然后我们这边有三四位帮手 三四位壮男的话 我们就要决定说 开始跟他打来打去 所以要不就是要跟他打架 要不就是要跑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是交感神经系统 就是要不就跟他打 要不就跟他跑 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开始主要的作用 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是怎么样 就是聚集精力 聚集体力 让肌肉有体力 让肌肉那边聚集比较大的能量 然后因为交感神经是要跑或者打 所以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化 通常跟消化系统比较没有关系 会让消化系统暂时 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吃饱之后都昏昏欲睡 那是因为吃饱之后 血液大部分都在消化系统 然后想要把养分带到各部分 但是如果说脑部相对而言 比较没有血液 当然就会昏昏欲睡 所以交感神经系统的话 会让能量聚集在肌肉 聚集在一些比较需要跑或者打的器官 然后或许就会让整个 包括说肠胃 或者说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 先暂时没有 那相对而言 自律神经系统里面的副交感神经 是在修养生息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的时候 不用跑也不用打狮子的时候 修养生息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是让消化系统 获得最大的一个工作的能量 让它掌握比较多的一些资源 然后以便把相对应的 一些营养该消化的 或者说该储存到肝脏 那些部分的东西储存过去 所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在每一个人 在每一位来宾 或者在我们每一个人体内 其实都是有一个平衡的 另外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那接下来就是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的系统的话 最有名的是这一个 从下四秋脑下垂体到肾上线 我想这个可能 如果各位来宾没有对生物有一些基础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模糊 不过简单的来说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分泌的系统 如果说大脑在接触到压力的讯息的话 这个讯息会先传到下四秋 然后再传到脑下水体 再到肾上线 肾上线就会分泌各种压力的荷尔蒙 那压力荷尔蒙是怎么样 当我们有压力荷尔蒙的时候 我们会增加生理反应的能量连结 集结 也就是会让我们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呼吸加速 肌肉的产能增加 消化系统免疫系统 暂时信先不要 因为为了要打架 为了要跑路的时候 这些东西比较急 消化不等到说 比较能够休息的时候 再来修养生息 免疫系统也暂时先不要 所以这个是内分泌的系统 那事实上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就是自律神经系统 以及内分泌系统 是共同的作用的 那这边再特别讲一下说 这里讲到说压力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适度的有 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来宾讲的 适度的压力有助于表现 过度的压力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压力荷尔蒙是让我们短暂的 血压升高心跳加快这些 这个东西短暂是OK的 我们打个比方 各位来宾可能有骑机车 或者说开车 如果我们短暂的 真的例如说真的在赛车的时候 短暂的让引擎转速升高 以便开快一点或者做什么特技超车 短暂的辆车是OK的 但是如果长期的让整个引擎转速 冲到顶冲太高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待会就会看到 像肾上腺皮植醇就是压力荷尔蒙的一种 它是协助我们身体 对于环境压力做出反应 那这个本身它是压力荷尔蒙 但是它也会跨过去 它本身跟内分泌有关 它也会影响自律神经的运作 也就是提高交感神经的活化 简单来说就是让引擎的转速 瞬间升高 那瞬间升高 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些例子 就是说有什么临时有车祸的时候 本来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看到说有谁被车轮压住 它本来应该很弱的人 突然间产生了很大的力量 把什么抬起来 让被车子压住的人 可以暂时脱身 或者本来跑不快的人 突然间遇到一个压力 狮子来追你的时候 突然间越跑越快 所以这是怎么样 就是提高交感神经的活化 也就是说让血糖增加 让整个代谢能够快燃 让能量突然变高 也就是我们说的车子 汽车机车转速突然升高 那也同时抑制免疫的反应 胃酸的话 分泌也会做一些改变 骨质吸收或者记忆 也会受到一些改变 这个是所谓的肾上腺皮质存 但是请大家注意 我们刚刚说短暂的引擎升高 是OK的 但是如果长期 如果我们一台车 或者一台机车 一直都开在高转速下 大家可以想象会怎么样 长期处于高压力下 压力荷尔蒙会一直高分泌 压力荷尔蒙太高的话 会一直抑制免疫系统 一直抑制消化系统 影响生殖系统 循环系统 皮肤头发 这里就回到各位来宾 刚才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新闻 有人压力大掉头发 有人压力大月经不顺 有人压力大的话 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每一个系统 甚至说我们也看过说 夫妻因为对于生孩子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其实就是两边都很努力 但是其实就怎么样 就是对于怀孕都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长期处于压力的人 会有怎么样 会有感冒 会有肠胃道问题 会有心血管的问题 那这边我们这边就刚提到说 性荷尔蒙的分泌 在压力的状况下也会下降 表现在女性身上会有性功能的障碍 也可能改变更年期的时间 那再来 因为女性是有月经 所以看得清楚 男性的话你看不太清楚说 这个的话 其实有时候就是压力越大 反而可能有性功能的障碍 好 那刚刚讲的是什么 刚刚讲的是压力影响内分泌系统 压力影响自律神经系统 包括过度的交感神经 转速过高 那事实上还有第三个层面 压力还会影响什么 压力影响免疫系统 那免疫系统的话 这边我们跟各位来宾讲一下 其实有相当多的研究都发现 其实都 我们压力本身 会影响到神经内分泌 一样是透过内分泌系统 也会影响到免疫力 那这是怎么说呢 有相当多医学上面的研究 发现说信念跟癌症的治疗存活率 这一点跟各位来宾说明一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癌症的治疗 其实有相当进展 也有什么标靶疗法那些 那很多人就发现说 在同样的控制下 也就是说 同样年龄 同样体重 同样癌症的一个 级别的一个状况下 好像他们发现说怎么样 发现说 越是有一个 虔诚的宗教的信念 越是有一个 比较正面的信念的人 事实上 他的癌症治疗存活率比较高 相对的呢 他们发现说 就是那种 整个已经丧志 就是整个犹疑不决 好像觉得说 自己快挂了 就是那种 比较负面信念的人 真的 他的癌症治疗存活率 就会降低 所以这个就比较 已经有相当多规模研究 就发现 这不是能够说 用那种几率说 这个可能只是凑巧发生 来讲的 那有另外的研究发现说 忧郁心情越高的话 免疫系统的功能越不好 免疫系统的功能越不好 那因为其实 忧郁症 这是另外一个主题 不过简单的跟各位来宾说一下 忧郁症本身 也有可能影响压力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增加 增加的话 其实当然变相的 就会让免疫系统变低 所以一样 心理会影响到免疫 心理影响免疫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学问 就是叫做 心理神经免疫学 心理跟免疫之间的关系 那另外也有人发现说 不只说癌症 很多那个风湿免疫科 常见的疾病 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 它淋巴球的比值 跟重大生活事件 重大的压力事件 是明显相关的 所以简单的在这边 跟各位做一个 就是稍微摘要 就是说压力本身 似乎会经由某一些 发炎的机制 破坏了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 那破坏免疫系统之后 如果我们更没有信心 又是一个身心的压力 又再造成发炎的吸制 当然就是变成一个无解 就是一直有恶性循环 那在这里 我们已经跟各位来宾 秀过两个恶性循环 我们当然要避免 这样的恶性循环 像滚雪球一样 兵败如山倒 当然我们要想办法 来做一个调整 不要让它是兵败如山倒 讲到这边 我再帮各位来宾复习一下 我们刚刚说三个系统 第一个的话是内分泌系统 第二是自律神经系统 交感神经过度的 引擎转速过高 复交都没有休养生息 一直在工作 那个引擎当然会烧掉 第三个是免疫系统 那大家会说 这看起来都跟身有关 都是身体 那心在哪里 心的话一般我们讲心 各位来宾可能想到的是说 心情怎么样 记性怎么样 做决策的能力 记忆力怎么样 那这边的话 我要再跟各位讲一个概念 因为想要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 让各位来宾能够更加了解说 身心的影响 所以比较多医学专有名词 让各位稍微有这个概念 我们 我待会再试着用简单一点的讲法 那这个有一个BDNF 中文英番宗叫脑衍生神经滋长因子 它是属于什么样 它是属于脑部的一个神经滋养因子之一 它是就是心 跟记忆有关 跟脑力认知有关 跟心情有关 那简单的来说 用一个比较单纯的字眼 各位来宾会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大脑 跟我们人类的大脑 或者说任何哺乳类的大脑 外面都有一个头壳在保护 而且就是我们任何 就是想要做大脑里面的检查 其实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大脑 就是跟外在的血液之间 有一个类似一个障碍挡在那里 所以没办法说直接检查脑部 所以真的很多 各位如果听过说 要做脑部的检查 要抽所谓的灵骨髓 脑脊髓液 所以其实检查是有困难的 那在大脑的神经系统里面 它的角色是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 让各位经验之友来 它就算是脑部里面的肥料 肥料越多的话 其实你的记性 你的心情 你的脑力 认知能力会越好 它其实你看一下 这就是肥料的意思 协助现有大脑的神经元生存 让新的神经元 跟土促生长分化 这些新的神经元 土促生长分化越高 当然你记性 你脑力会越好 心情也会好 创造更多的速途突出 过往也有很多人类 或者说动物的研究 发现说 小时候太小跟母亲分离的话 它大脑的肥料就会变少 肥料变少 当然这些都影响 心理创伤 这个大脑的肥料也会变少 另外 其实已经知道研究 大家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好几次 肾上腺皮植村 压力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一多 其实在大脑里面 肥料也会变少 所以就是肥料越多 而且因为这是自然天然的肥料 这个肥料越多 心情越好 记性越好 脑力越好 那这些事情包括说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各位今天有已经知道 这个压力荷尔蒙是压力而生的 压力荷尔蒙过多 也会让肥料变少 所以这边有几张 大概都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给它肥料的时候 我们大脑中 数十亿个神经元 它的整个图处 这些就会增加 就会生长 那这个图是怎么样 压力 stress越多的话 它会让 这个大脑肥料的基因 受到影响 导致于大脑缺肥料 缺肥料 就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应该就知道 所以这一样是 同样的意思 当你有肥料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数十亿个神经元 都会长得 非常的茂盛 肥料没有的时候 细胞会凋亡 所以这边先帮各位 再用更简单的图 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大脑的肥料 大脑的肥料 会受到各种外界的环境 慢性的压力 导致于产生压力荷尔蒙 或者其他一些 对大脑生长有害的东西 这时候肥料就会变少 肥料变少 正常的情况下是这样 肥料变少 这些数十亿个神经元的突出就会少 脑神经就容易萎缩 那讲的简单的话 就是记性会不好 心情会不好 做事情会搞不清楚 那怎么样才能让肥料变多呢 肥料变多的话 就是待会我下一节 会跟各位听众讲的 充足的睡眠 愉快的运动 适度的运动 愉快的心情 然后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 这些会让肥料变多 好 那其实我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这个部分 如何才能让我们所谓的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压力反应与身心健康 三个系统 内分泌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 以及说免疫系统 然后跟新的话 比较有关的是 BDNF大脑的肥料 那我接下来其实要讲的 就是对于压力的因应策略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因应压力 才能让我们的身心健康 能够OK 能够刚刚好 不要受到伤害 这一张刚才已经跟各位听众讲过 各位来宾讲过 我们可以看到 你戴着什么色的眼镜 当你戴着负面的眼镜看的时候 看什么事都是负面的 同样一件事情 从不同的观点 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很中立的事情 你看到的是负面的 当然就是造成你的压力 会经由刚才讲的肥料 也就是心理的系统 影响到你的记性 你的脑力 心情 那也会经由生理的系统 影响你的内分泌 影响你的免疫 这些 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负面思考的话 请大家看一下 负面思考 跟正面思考的不同 同样一件事情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应该英文都不错 Stress 是压力 S-T-R-E-S-S-E-D 受到压力的或者压力的 跟Desert 是甜点 这两个字的关系是怎么样 请大家换个角度看 这个字反过来 从最后念到前面去 其实就是Desert 同样一个英文字母的排列 只是从前面往后排 跟从后面往前排 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原来 这一样 这个甜点你从后面看 S-T-R-E-S-S-E-D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大家换个角度看 其实就有不同的东西 原先是很不舒服 很让人受苦的 就变成是很甜蜜的东西 大家换个角度看 什么叫正向思考 例如说这件事情 我们举个例子 一样是用说 各位家中的晚辈 青少年小朋友 如果说同学们 推举我下周上台代表小组 做口头报告 我都没时间准备 怎么办 都是那些同学都很偷懒 故意推举我 是不是要整我 这是倍感压力的事件 你要换个角度想是怎么样 很高兴原来我在组里面 班上的人员这么好 我的能力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相信只要我不紧张 也可以有超过平常水准的表现 虽然为了报告 我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但是如果这个主题 原来我不清楚 刚好借由这次报告 让我可以比我的同学们 再更深入了解这个主题 同样的一件事情 正面跟负面 倍感压力的事件 跟调整之后 就是不一样 那什么叫做负面的想法 我做这一次做什么事 让所有的人都失望 我觉得很沮丧 但是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负面想法会摧毁你的信心 干扰你的表现 降低反应的能力 那如果各位可以换个角度想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那我今天已经尽我的力量 做到整体最好的报告 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件事情 或者说分享给各位的友人 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或者每一个人都满意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没办法控制 说让大家的感受都一样 都满意我的表现 别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别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那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其实换个角度这样想 正向思考 你就不会那么不开心 现在不为的事情 只有才慢慢的学习 才能得心应手 没有人例外 所以在这边 其实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概念 我还是在一再的呈现 给各位经见之友看 同样一件事情 负面思考的话 烦 就会困难越大 情绪受到影响 精神不能集中 表现会不好 让你更加的害怕 但是同样一件事情 你往正向思考 就像我们说的 往你戴着灰色的墨镜看 看到的都是灰的 你如果戴着一个 太阳色光明的 金黄色的墨镜看 你看到的就是正向的 正面的思考 心情轻松 提振士气 用解决问题的态度 来面对困难 我努力 我尽力就好了 这是如何从负面思考 换成正向思考 来舒缓压力